单纯来台湾留学可能比较简单了 但是如果你希望透过留学来移民到台湾 而且他说他以后也想过来养老 哈喽大家好我是莫莎浅浅 最近台湾的天气变得有点冷了 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哦 我觉得台湾的风还蛮大的 大家出门的时候最好就是戴帽子啊 或者保护一下头 话说最近我收到一个好久没有联系的同事 他突然很关心我在台湾的生活 然后一开始他们要说明他的目的 就单纯的就是看起来就是关心而已 然后就抱怨一下他们最近的一些招业啊 过了好几天之后 他突然才跟我说 想让他高山的小孩来台湾留学 我以为只是单纯的想要来台湾留学而已 然后我就问他说 那打算是高考结束之后过来吗 还是说研究生再过来呢 然后他就说他还没有结定 所以来问问我 我心里在想奇怪了 我又不是办留学的人是吧 然后他竟然问我好多关于台湾的民生福利的问题 比如说医疗啊教育啊养老啊等等这些 我说你问这是要做什么啊 我说你小孩过来台湾留学的话 是没有办法享受这些福利的哦 只有台湾的公民才能享受这些基本的福利哦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并不是说来了台湾就能享受 然后他没有跟我多说什么 然后避重就轻的就讲了一些有的没的 我就问他啊怎么会想要来台湾留学啊 他就说现在欧美国家留学的签证不好申请 应该是说一些比较特别的科系啊不好申请 其实我前段时间就已经有听说这个原因了 然后又说原本要去英国 但是英国的物价太贵了 他另外一个朋友的小孩啊 去英国一年就花了二到三十万人民币 他觉得太贵了 就是有点负担不起吧 然后又说想要去日本 因为既从美国宣布那个什么争变法案之后呢 然后很多很多人想要开始转向去日本了 我觉得未来日本真的会变成很多中国人的国家 真的我只能祈祷不要太多小粉红跑过去日本 要不然以后我都不想去日本旅游了吧 真的啊已经听过好几个大陆人说了 就是有意向想要让小孩去日本留学 但是我同事他就说如果去日本的话 他家的老人家没办法接受 我说因为预计看太多了吧 他说对他们老人家就是对日本很不喜欢的那种 反正你们懂的啦 因为小时候的教育啊就是仇意啊 我觉得他家老人还蛮有种的 至少做到言行一致是吧 然后他又说去日本要学寓语 他不知道小孩能不能学得到 他说他小孩学了一下寓语就觉得好难哦 那小孩的成绩本来也不太好 我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想要来台湾念书呢 想要来台湾留学呢 我说难道你不怕你暗打仗吗 然后他竟然就说 你都不怕我怕什么 我说我是嫁来台湾那不一样啊 我的心态是嫁机随机 拜了台湾老公的祖先 以后死也是台湾的鬼 我是这种心态 我说你是你儿子姐姐送过来台湾呢 然后我就调侃的问他 所以到底为什么想要来台湾留学啦 除了台湾拥有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 跟语言相通 不用去学另外一门语言之外 我觉得肯定还有别的原因 你才会想要过来吧 其实我觉得趁年轻 要小孩多学一门语言 也是不错的 干嘛要这么抗拒这些新的语言呢 然后他过了好久才回我说 他给小孩出去留学 是因为他希望小孩将来可以移民出去 就是通过他觉得自己老了 没办法赚更多的钱 就通过那种什么丢钱 砸钱移民那种方式 对他来说没办法 而且他说 他以后也希望能通过小孩移亲出去 哦哦我终于明白了 原来刚开始问我台湾的福利 是有这种打算 然后他就说 他觉得台湾的福利啊 跟各方面都很符合 很符合他的期望 哦我也懂了 就是确实很多中国人移民 都是透过那个留学移民的 因为门槛比较低嘛 费用也相对比较低啊 说到底原来就是想要移民来台湾 然后我就说 可是我没有听说 大陆人过来台湾留学 就能移民在台湾呢 我说毕竟两边的政府 他们的官司不是很好啊 是吧 我觉得不太可能吧 除非你来这里 认识这边的人 透过结婚的方式是吧 不然留学后 想要来留在这边工作 然后顺便移民 我觉得好像行不通吧 如果这么简单的话 台湾早就满地对岸的人了吧 想想有点鸡皮疙瘩 但是我要说明的是 中国大陆人来台湾留学的目的 因言而异 有原则的可能就希望 在台湾完成协议 通过留学去移民 所以就移民出去 但是并不代表说 所有人 所有来台湾留学的人 都有同样的动机了 这些都是个人的选择啊 有时候他们可能真的就是很喜欢台湾的文化 想要过来体验一下台湾不同的文化 所以他们才过来留学吧 其实台湾拥有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 吸引了很多国际学生 可以接受高级量的教育 提升寄生的基石和技能水平 而且来台湾留学也提供了机会 更加深入的了解台湾的文化 语言和风土言情 台湾的文化真的就是保留的很好 对我来说来台湾生活 就真的也增长了我不少见识 但是我还是跟他说明 我说来台湾留学应该还好处理 但是你想要移民的话 我说你就别想了吧 你如果真的想要透过留学来移民的话 我就建议 我真的建议他们去别的国家 去日本啊 欧美啊 澳洲啊 什么加拿大这些国家 是吧 去美国啊 这些 因为说实话 除了两岸的关系之外 很有很多不仅中国大陆的人 还有其他国家的一些国际的学生 他们也希望留在台湾留学和定居啊 其实再说了 适应台湾的文化和社会环境 可能真的需要一定的时间 其实我刚来的时候 我也不太适应 尤其是对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来说 而且移民的政策和法律规定 可能随时会变化啊 你可能来台湾读过一年可能就有就就变了 是吧 这真的就是带来很多不确定性啊 总之我都跟他说 单纯来台湾留学可能比较简单了 但是如果你希望透过留学来移民到台湾 而且他说他以后也想过来养老 我觉得难度比较大吧 我说你倒不如去别的国家吧 像加拿大啊 澳洲啊 那些国家可能相对比较简单 是吧 其实每个人都想要追求好的生活环境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么想 呃也没有什么不对啦 我也不做评价了 其实我还有听过 有陆沛说希望小孩拿台湾的户职 呃他原因是 如果在台湾考不到好的大学 就考对岸的大学有加分 因为台湾的身份有加分嘛 但是我在想 小孩想不想过去 那是小孩自己做决定不是吗 而且在对岸念书 以后留在对岸吗 还是说回来台湾 那回来台湾的话 呃 学历的兼有问题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吧 我以前在广州的时候啊 有一些亲戚啊 他在小孩念高一的时候 就想办法拿香港户籍了 他的目的是香港考对岸的大学有加分 而且好像 好像要花几百万吧 他我就没办法理解啊 都去香港了 为什么还想着要回去呢 可能别人的逆向思考 我等于真的不懂 那今天影片先到这边结束啦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请按订阅 也可以关注我的FB哦 下期见啦 拜拜